大家觉得我的好友 节衣歌声如何呢 听起来很可爱吧 今天放轻松 带大家来看看 星元节衣的私下阴暗面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件钟情的经验呢 看到高颜值的美眉 或闻到女性在排卵旗散发的费洛蒙 好多男生都会情不自禁的一件钟情 拥有完美脸蛋的星元节衣 更不知道让多少的男人 在精神上与她结婚了 但在漂亮的外表下 她的私生活是否也如荧幕前一般 如此甜美可人呢 以下介绍五个 星元节衣的小秘密 让你与我的好友节衣更拉近一步距离 跟节衣在一起的日子 我就发现 节衣私底下是一个不爱洗澡 而且每天都穿着同样衣服的邋遢女 她曾经在节目上说过自己不爱洗澡 平常也不太打扮 就算如此 粉丝们都表示 这样也挺可爱的啊 果然美女连屁都是香的 看到这可爱的笑容 你忍心责备她吗 星元节衣笑容 充满疗愈能力 阳光灿烂的形象 升值人心 但其实私下的她 有如小丸子卡通里的勇泽 是一个性格黑暗的冰冷女 许多与星元节衣相处的人 本来想从她获得些正能量 但事实却让人很失望 星元节衣也坦承 那些荧幕上有朝气的形象 是我工作努力的结果 也就是说 你所喜欢的笑容 也都是她工作的内容而已 即便如此 喜欢她的男生们 还是觉得 这样坦白的态度 真的好可爱哦 星元节衣 喜欢的东西 与一般女孩子不太一样 她最喜欢爬虫类动物了 自九年前 她就饲养了一只豹纹手工 取名星奖 参加广播节目录制时 也带着星奖进录音室 任由小手工在自己身上爬行 平常没有通告时 还会去买蟋蟀给她的星奖吃 节衣的老公们 也纷纷表示 喜欢爬虫的节衣 真的好可爱哦 星元节衣 是演艺圈中有名的隐形酒豪 没工作时 会亲手做料理当下酒菜 然后待在家里 从白天开始一点一点的喝 一点一点的喝 一点一点的喝 然后就喝到凌晨两点了 在冲绳长大的她 最喜欢当地知名的烧酒 泡肾 尤其爱喝厚镜强劲的酒米仙 喝醉的时候会 嘿嘿地笑 节衣的老公们表示 会喝酒的节衣真的好可爱哦 当红的星元节衣行程经常满档 除了拍戏拍广告还有节目通告 平常忙碌的她 休假时都待在家里睡觉 其实星元节衣有严重的入睡困难 每次睡不着时 就会用手机看影片 通常直到早上七点以后 才能入睡 虽然入睡困难 但一睡着 就会连续睡13个小时 她也希望能够找到 接受她这样睡眠习惯的劳工 千万不能随便叫她起床 节衣的男友们 纷纷表示 当然可以接受啊 而且这样睡觉的节衣 真的好可爱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 越漂亮的女生 房间就越脏乱 那是因为 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梳妆打扮 没有时间整理房间 当男女在热恋当中 会分泌一种叫做青色胺的荷尔蒙 这时头脑中理智的区域 会处于休眠的状态 看不清对方的缺点 让女性变得疯狂 让男性智商降低 甚至会觉得连对方的缺点 都好可爱哦 但相处时间久了 头脑恢复理智后 才发现 对方竟然是这样的人 不惜早 脏乱 熬夜 爱发脾气 以前所能够忍受的 如今却都是看不顺眼的缺点 星圆节衣在节目中 的确承认了自己的一些缺点 但谁知道 这是不是紧紧冰山的一角呢 说不定她有更多恐怖的习惯 你不知道 如果你就是喜欢房间脏乱 却打扮漂亮的女生 我当然没有话说 那就怕这样的女生卸妆后 比她的房间还可怕呢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是放轻松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也祝你赶快找到你的真命天女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我老婆真的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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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真的好可爱哦